而在今天7月25日的高院审理中 小玉的造型与以往截然不同 让现场的记者一度认不出她 她顶住一头长发 气质犹如仙子般飘逸 甚至还做了美甲 YouTuber小玉因涉嫌滥用AI换脸技术 制作并发布含有上百名知名人士肖像的限制级影片 并透过此途径非法获利1388万 最近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谴责 尽管小玉向公众表示深感懊悔 但对于其行为 大部分的受害者仍持有不容轻饶的态度 最新消息显示 至少83名受害者已提出诉讼 另有21人对小玉提出民事求偿 小玉的刑事部分 根据119罪经过多次审议后 法院终于做出了判决 尽管小玉有可能选择以罚金来替代气刑期 但仍被法院判决需在监狱服刑5年6个月 公众对此判决的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刑罚过重 也有人认为对于他的罪行来说 此罚未能做到公平的惩戒 另一方面 小玉的民事诉讼部分也有新的进展 在去年12月27日 新北院针对其中一名求偿金额 高达100万的被害人案件 做出了判决 法官最终裁定小玉需支付50万元作为赔偿 然而在今天7月25日的高院审理中 小玉的造型与以往截然不同 让现场的记者一度认不出她 她顶住一头长发 气质犹如仙子般飘逸 甚至还做了美甲 这与她在YouTube片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小玉的新形象让场外的媒体瞬间炸开了锅 她的变化无疑让这起原本就引人注目的案子 增添了一种戏剧性的元素 然而 这次的变化是否代表了她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 还是仅仅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 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对于媒体对她的质疑和关于案情的问题 小玉为多做回应仅表示谢谢关心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这是小玉被换脸了吧 她真的可怜 杀铃酒驾都没判那么重 原来四根小A辣同国的 其实她没有可怜 利用换脸赚钱才是可恶 怎么判的比酒驾撞铃人还重 可怜啊 全国唯一轻罪 当重罪审的政治受害者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铃铛 请打开启小铃铛 请打开启小铃铛